好 繼續來關注的是G7領袖峰會 今天在義大利登場 而會中聚焦就是援助烏克蘭的議題了 因為俄羅斯持續的加大力道 對烏克蘭全境發動空襲 首都基辅雖然攔截掉了 大部分的飛彈跟無人機 但是掉落的碎片 還是造成了人員的傷亡 而俄軍的這波攻擊 還鎖定澤倫司機的老家猛烈炮行 一群二兵坐在車上 放在道路上高速奔駛 他們原本還興高采烈地拍影片 突然之間眼前飛來一架無人機 嚇得他們趕緊跳車逃命 這群驚慌失措的俄軍 為了保命試圖朝無人機開火 但依舊徒勞無功 烏克蘭無人機直接衝撞 炸毀他們的座車 無人機在沙場上頻頻發威力功 因此烏克蘭宣布成立 全球首支專門的無人機部隊 包括陸、海空都會有無人機 在地面戰事方面 烏克蘭第三突擊旅士兵 則是持續在哈爾科夫戰場上 和俄軍近距離交戰 俄軍則是持續跑紅 深夜發射 冰雹多管火箭空襲烏克蘭全境 設置車子上火 和堵壞人在沙場上 至少29人 包括5個孩子 被傷害了 國家的延長官員說 4人都失敗了 首都基富也再度遭遇空襲 儘管防空系統 擊落5枚俄羅斯飛彈 和24架無人機 但掉落的碎片 還是雜中一處工業設施 引發火災 在今時機構 DSNS工作在碎片上 更多120人人 及40斤工程 及40斤工程 也有兩次火災 這場戰場還導致 大首都地區現入 其黑 甚至電視台主播正在播放時 突然斷電 我們說 我們在新聞上 我們在此時尾巴尾 我們在此時尾巴尾 在此時尾巴尾 在此時尾巴尾 除了加大空襲力道之外 俄羅斯也持續在美國的後院 小肌肉 在21翔 kommentar的歡迎下由俄羅斯海軍護衛艦哥爾什科夫海軍 袁帥號率領和動力潛艇科山號和兩艘軍艦駛入古巴哈瓦那港口 雖然宣布是以和平目的来访 但船舰上搭载告示高超音速飞弹 还是引发对美国示威的揣测 另外古巴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会计 莫斯科这时候雪中送炭 运送石油给古巴借机拉拢 古巴总统5月份就曾经公开力听普钦 西方国家不敢大意 因为俄罗斯拉拢的 可是曾让美国出现飞弹危机的古巴 据美国的态度相当低调 强调俄罗斯军舰来到大西洋 没有构成威胁 似乎想要防止事态扩大 CNN报道指出俄罗斯的军舰离开古巴后 据传接下来将前往立场也是亲俄的 韦内瑞拉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战场 黎巴嫩真阻挡周三朝以色列发射两倍多枚的火箭弹 这次包括了以色列第三大城海法都受到威胁 另外加萨地区死亡人数已经破三万人了 哈马斯领袖辛瓦居然对内部高层说 加萨平民丧命是必要的牺牲 以色列上空又上演火箭弹连发 只是发射的位置不在加萨而是黎巴嫩 以色列第一时间启动铁穹系统拦截 但火箭弹还是源源不断 因为真主党一口气发射两百多枚 创下以哈战争以后 真主党单日最大攻击 这次火箭弹大多落在边境地区 不过有些却落在加利利海周围 和第三大城海法东侧 一名以色列记者就评估 这个人口接近三十万人的城市 迟早下达撤离令 珍珠党还宣称有摧毁 以色列铁穹发射器 先前也曾击落高空无人机 以色列南北同步作战 威胁不减反增 珍珠党也认了这波攻击 是要报复以色列先前 急逼他们的高阶指挥官 这名指挥官据称是以哈战争以来 珍珠党死亡军官中 层级最高的一位 只是话才说完 以军加码轰炸更多珍珠党据点 双方护轰的范围 还有扩大趋势 以色列似乎不怕同步作战 也在加萨扩大施压 南部拉法地区也能看到 越来越多士兵和战车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表示 先前被列为安全区的拉法 马瓦西地区也被攻击 不再安全 而北部民众更是处在 如地狱般的生活 还是缺乏干净用水 加萨各地死亡人数破三万人 不过哈马斯领袖辛瓦 还在摄影当中 甚至认为目前的情势 有利哈马斯 瓦尔街日报报导 辛瓦在一份写给领导层的文件中 认为国际压力落在 以色列身上符合他的期待 内容中也透露 根本不在乎人民死活 至于先前以色列成功救援的 四名人质当中 其中一人有俄罗斯国籍 他的父母特地飞来 以色列温馨大团圆 却也听到许多儿子 告诉他们的恐怖遭遇 包含在高温下逼迫盖毛毯或是骗他 以色列人希望人质死光 因此当乙军特种兵冲进来的当下 他真的一度以为会被灭口 无奈剩下的上百名人质或是时间还是未知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 哈马斯最后一个又说要修改协议 布林肯在以哈战以来 第八次的中东行 看样子还是不太顺利 给新闻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